嗨,大家好,欢迎来到Daraki的直播间,我是Daraki主持人有福 欢迎各位来到Daraki和Permadol联合推出的言报分享直播 今天依旧是由我和Permadol的志愿者老朋友Via一起来主持,欢迎Via 哈喽,哈喽,谢谢有福 哈喽,大家好,我是Permadol的志愿者Via 感谢大家对于本次直播的关注 感谢Via,那么Daraki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媒体协议 它支持各种媒体自由策划、创建、发布和报告各种主题 而Permadol是一个专注于R-Wave生态的去中心化自制组织 目前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内容创作、开发与营销这几块的陌生人协作职能 对的,那今天是R-Wave研报系列直播的最后一期 也就是第八期 那本系列研报已经形成了次展机,已经早早上线 可以在Daraki.org和Permadol.com的内容工会中查看阅读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本场分享的主讲人 Permadol的志愿者小白 为我们带来第八场关于R-Wave生态中域名的分享 让我们欢迎小白,欢迎 欢迎,欢迎小白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Permadol小白 那我来共享一下屏幕吧 好的 嗯,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的,可以的 嗯,好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R-Wave生态眼报第八期 最后一期也就是关于域名项目的分享 对,那么这次分享的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呃,现在R-Wave生态中的两个域名项目 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说将它与现在主流的域名项目 比如像ENS这些的项目进行一个对比 看看他们有哪些差异或有哪些优势或者劣势 嗯,然后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本次分享了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R-Wave生态的域名项目 那么当前呢,在R-Wave生态有两个域名项目 不过,嗯,可以说很巧或者不巧的是他们的这两个项目的名字都叫做R-Wave name service 嗯,然后呢,他们的后缀都是.ar 只不过他们两个的缩写啊,一个缩写是A-R-N-S 然后还有一个缩写是A-N-S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A-R-N-S 嗯,而这个A-R-N-S呢,它就是那个R-Wave生态的一个域名服务系统 它是允许用户将自定义的名称,也就是起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点A-R这个名字 就是并且将它指向一个R-Wave的交易ID,也就是一个存储的地址吧 可以这么说,就是存储的ID 那这个,不好意思,少了一个字母 这个A-R-N-S呢,是由这个A-R-D-I-O它开发的 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A-R-D-I-O的网关上去使用 嗯,可以连接到PromaWeb的DEP页面和数据 那么它是在22年的6月29号启动内测 然后一直到现在呢,还没有登录主网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链接去申请 对 那就是,这个A-R-N-S呢,它就是说 它可以指向一个地址啊,也可以指向一个就是存储的链接 那这里 像这里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嗯,本身有一个,有一个地址应该是这一串字符 好,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当购买这个SAM.AR的名字 并且把它指向这一串这个地址之后呢 那么直接通过SAM.R-V-O.NET就可以访问到 这个,原本的这一串文件了 这一串地址对应的文件了 对,但是这个其实才是它真正的那个地址嘛 那,那这个A-R-N-S原理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A-R-N-S注册器 然后用户可以再通过这个注册器来注册一个名称 那么,这个每一个域名呢,它都是一个叫R-Will Name Token的一个令牌 那么,用户在注册表中注册了名称 注册了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就不能被再次购买了 但是呢,可以在市场上去交易 嗯 那么,这A-N-T它所做的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每一个名称都对应了一个交易的ID嘛 然后 然后呢,可以借助AR.io这个网关 将他们这个,去访问它这个 去访问这个域名 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访问这个交易ID所对应的那个存储的文件了 嗯 那这个 但是吧 因为这个A-R-N-S现在还在测试网嘛 所以说我没法 我没法体验到它的那个过程 于是呢,我只能根据 就只能列下它网站上所列出来的这个注册的流程 就没法给大家看实际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了 对 那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说用户可以访问这个A-R-N-S网站 并且搜索这个域名 然后呢 这个网站呢 它就会根据AR.io的网关呢 去获取最新的这个合约状态 然后并且检查这个名称是否还存在 如果名称 没有被购买 那么就可以向用户显示价格 然后用户就可以买了这个名字 并且向他提供一个这个交易ID 也就是说这个域名会指向什么地址 那 那于是呢 就是在这个注册过程中 它就创建了这么一个A-R-N-S的这个A-R-N-T代币 对 那这那么 它就是将这个名称呢 与这个地址对应上了 而且这个名称就已经相当于注册成功了 别人就不能再注册了 对 然后这里是我从它的那个测试网的 从它的测试网的浏览器上截下来的那个图 不过好像从这里面看 没法把它放大点开了 对 然后从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域名 就是 是 将 显示的就不是地址了 而是域名了 就是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呢 就是借助这个A-R-N-L的网关呢 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刷新这个注册表的状态 这样的话就是 其他的一些 应用呢 也可以就比较方便的去获取到这个 域名的一些信息 对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就是用户想要查看某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也不像以前一样需要去找这么一个文件的交易ID 而只需要用这一个简短的域名就可以了 然后这就是这个A-R-N-S所做的事情 那么 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A-N-S 那这个A-N-S它域名就像刚才说了 它的名称同样是R-Will Names 哦 也是 它的名称叫R-Will Name System 然后呢 这个 其实整个从功能上来说 都是类似的 它也是说可以将一个R-Will上的存储地址呢 去映射到这个 或者说是钱包地址呢 去映射到这个域名上 对 那么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域名来访问 这个钱包地址或者内容了 嗯 那这个A-N-S 它是由这个Decentland的团队去开发的 然后呢 它已经上主网了 是在二月 二月份登陆主网的 这个日期我可能写的不太对 反正是在二月份登陆的 然后 这个 从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就是这是现在 嗯 从我在写 写这篇报告的时候 从 A-N-S的网站上面 截下来的一张图 那么你看它是有个那个代币的计划的啊 但是现在没有 还没有发行 然后呢 它的国库里面是有集缆的已经4368个AR 这应该都是域名的购买费用 然后总共已经Mint了1377个域名 然后其中是有776个持有地址 然后这个不管上面的A-N-S还是A-N-S都是购买之后可以永久拥有的 这个注册费用呢也是受到这个域名长度的影响 域名长度越短 它的价格就越高 嗯 然后这个A-N-S的智能合约 它是通过一个叫做EXM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去部署的 这个是就是属于是那个阿威武生态的一个基础设施吧 对通过这个部署呢就是可以有着一个更好的使用体验 然后在Mint的时候呢是用这个Iropay来进行支付 那么这个Iropay也是我们Promadol所开发的一个这样的支付工具啊 那么在用这个Iropay进行支付呢就是 它是一是不需要等待这个区块确认 然后呢也不需要就是付出GAT费用 所以这个Mint体验是比较好的 那下面也是说这个A-N-S的注册流程 那么呢就是可以首先访问这个A-N-S.GG 去进入到这个购买的网站 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 在这个是首页上呢有一个Mint的按钮 然后同时呢可以去连接AR的钱包地址 但是吧就是如果只是仅仅把这个AR钱包地址连接上还是不够的 因为前面提到了嘛 它需要用Iropay进行支付 那么所以说在它的网站在登录之后呢 点击右上角就会跳转到这个Iropay的页面 然后你需要将地址中的AR代币呢先预存到这个Iropay当中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这是Iropay的那个存储页面 然后存到Iropay里面之后呢就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 刚才的页面去购买域名了 那么点击这个Mint按钮呢就可以到下面这个页面 就可以到下面这个位置 它是在这里可以有一个搜索栏来搜索域名 有一个搜索栏来搜索域名 然后输入你想输入的域名之后点击这个Mint按钮呢 下面就会显示出这个域名是否已经被注册了 然后以及它对应的价格是多少 我这里用的演示的时候就是搜了这样的一个域名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是2.99的呀 那么如果就是名称更长的话会更便宜更短的话就会更贵 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点击这个conform 它就OK它就开始交易了 然后同样像刚才说的它是不需要付出gas费的 那么经过一个等待时间之后呢 它就交易成功了 就会有这样一个一面 然后在购买好这个域名之后啊 可以点击这个顶部呢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dashboard的按钮 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对那么点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自己 持有域名的管理页面 你看在这里就显示了我持有这个littlewide.ar这个域名 那么这个ANS和ARNS不同的一点是前面提到的 在ARNS注册的时候呢 它已经要求你说必须要提供一个绑定的地址 那么在注册的时候 它就是绑定 已经是把地址给地址和那个域名之间给绑定好了 但是在ANS上呢 它并没有呃是可以 是需要你自己去这个管理页面去设置一下的 就在这条记录的这个manage里面 就点击之后就进入到管理页面了嘛 然后我要点这个list呢 就可以就可以把它上架到市场 然后在这个管理页面中 在这个record的记录就是复制一个 在这里复制一个那个钱包地址啊 或者是一个文件的交易ID 那么再点这个editanil就可以去把这个记录提交上链了 那么你的这个域名和这个地址的绑定这个关系呢 就对应成功了 嗯 那下面这一部分也是说配套生态 那么这个所谓配套生态就是说 我购买域名之后能怎么用呢 对不对 上面在讲那个arns的时候啊 也提到了 它是通过那个ardnil网关来做 但是那里有没有详细展开 那么在这里在这块呢 就详细说一下 那么首先 这个ans啊 ans的配套有两个 有有有有有两类配套生态 那第一类的是这个叫做ar.page 那它其实就是也是由官方开发的 对 那这个ar.page呢 其实就是它可以 把一些 链上的原数据 或者说一些链 嗯 其他链的和甚至链下的资产和信息 都绑定到了这个 嗯 就是ans域名上 那么 那么 用那个持有ans的钱包地址 去登录 这个ar.page 然后就可以创建一个profile 就是这个profile呢 你看它可以显示它对应的这个域名嘛 下面就是有一些什么nft的收藏品啊 然后一些链上活动啊 像这里都有一些不同对应的链嘛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相当于是 嗯 用这个ans域名来提供一个profile的主页 对个人主页 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网关 那么前面也一直在说网关啊 那这个网关 它是 在对 对域名来说 网关是什么作用呢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域名是可以指向一个链上文件的层出id嘛 嗯 这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域名去访问文件 但是吧 当前 我们都说当前主流浏览器是不支持ans域名的 所以说就需要通过这样一个网关服务 也就是说把 这个一个ans域名 也包括上面那个arns 它和一个这种传统的dns域名去进行绑定 嗯 那么在ans这里呢 就是这个ru.gg和ru.bio 这两个呢 就是两个网关服务 也就是比如说 我刚才注册了那个littlewhite.ar嘛 那 我在 我 我之后我就直接访问说littlewhite.arv.gg 那么就可以说 就可以直接访问到 我 我那个 我的这个域名所对应的那个链上存储文件了 这个所谓的网关呢 就是 起到了这个作用 对 那么 到这里呢 就简单介绍了 这 嗯 现在现有的两个 域名项目 然后这个ans呢 是进展稍微快一点的 然后也能看见一些比较多一点的文法了 然后 arns 就是还在测试阶段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 嗯 比较很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 它和像ens这一类链上域名相比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所以 就在这里就大概想从两个方面来来做一个对比啊 第一个是功能方面的 第二个是公 在共识方面 那么首先我们说功能 那么 嗯 虽然说大大部分人应该都非常了解了啊 那也是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ens全程就是叫以太坊名称服务 它就是那个以太坊上的一个域名系统 它和那个我们传统的dns类似的就是 他ens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将以太坊地址 应认识到一个ens 什么什么.eth域名的这样的一个域名 那么ens是2017年5月份启动的 然后由那个以太坊基金会开发 所以就是 那么但是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一点就是除了以太坊地址之外啊 ens也可以同样关联到一个去中文化存储的地址 就这点和前面提到的 ars还有ns是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 在以太坊 不好意思卡到了 在以太坊官方网站的这个表述上 是说这个叫做decentralized website 也就是说他把ens和 映射到一个 嗯 ipfs地址或者说一个arwav的存储链接 那么 如果说这个存储的内容是一个静态网页的 那他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访问ens域名 就相当于访问这个网页了 嗯 对 但是和上文讲到这个ans 以及arns 他们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用主流的留言器也是没法直接访问 那个.eth域名的嘛 所以说 就也ens也有这样的网关服务 就是两个主流的网关服务商就是ath.link 还有eth.limo 也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个abc.eth 那你输入abc.eth.link 那么就可以访问到他背后对应的那个文件了 嗯 不过ens吧 他 他 他还是有 现在已经有一些浏览器去支持他了 嗯 比较典型的两个一个是opera浏览器 还有一个是brew 浏览器 那么brew这个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了解 他本身就是一个 嗯 web3的项目 然后他他也有发token 所以说他去支持一些这种链上的域名是也是 嗯 很好很容易去理解的 那么在这两个浏览器中是可以直接输入那个 xxx.eth去访问的 他相当于 他自己去帮 帮忙找到了 就是这个浏览器自身帮你去找了这个 xxx.eth 背后所对应的那个 嗯 去中硬化存储的链接 那么 这是我说了功能层面 那么还有一个层面 其实更 哦 然后还有一个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费用层面 嗯 那么ens采用的是续费值 是按照时长去进行付费的 对 如果说过期你没有续费呢 那最终这个域名会被释放出来 让大家重新购买 但是嗯 这个ar的两个域名项目都是永久持有的 那么在 在底层方面呢 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说 就是 嗯 在于这个底层供链的差异 就是 嗯 rwave所对应的这个smartwave的智能合约 与这个eVM智能合约 以及这个rwave链上的这一系列基础设施 比如刚才在上文提到的这个 嗯 上文提到的 exm 还有rwave 这种基础设施 所带来的一系列 一系列 就是从 从使用 不管是从开发者 还是拥护角度的使用成本 还有使用体验上面的一些差异 那么这里其实涉及到很多技术细节 那么我呢也不是特别精通 所以说 我也就不过多展开了 这个大家可以去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尤其在pomodal的网站上面是有很多相关的资料的 对 那么其实从使用体验来说呢 可能在这个 这两个ans和arms域名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比较便捷 或者然后低成本的体验的 那么但是我我个人觉得啊 因为我 在我自己对这些域名项目的理解下 就其实相比于功能上来说啊 更重要的是这个共识 对 那么这个域名的共识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的这个传统域名来说嘛 我们的传统域名是经过这个dns服务来实现的 那所谓dns就是它叫做啊 就是叫做域名 domain name system 就是域名系统 那么 它它是一项那个互联网服务 嗯 它所做的呢 就是将我们现在这些域名 比如说 一个什么什么.com 去映射到了一个IP地址 那么 这样用户呢 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便于记忆的域名 而不需要去输入那个IP地址来访问网站了 那这个dns系统啊 它就是由分布在全球的一个多个服务器去组成的 那么用户去输入域名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浏览器啊 就会去发送请求 然后就会通过这个dns服务器上找到它所对应的那个IP地址 然后 这个将IP地址返回给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再去去那个访问这个IP地址所对应的内容 那么这个 而且这个域名的分配它也是有一个规则的 它负责管理这个域名分配的机构呢 叫ICAN 是它来决定说有什么 有哪个公司可以去运营 运行某一个那个顶级域名 也就是那些域名后缀 那么整个这一套 系统呢 是一个已经在全世界形成了共识的底层协议 那么 所有的互联网服务都会遵守这一协议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传统的dns域名系统才能够 在整个互联网上正常运转 你不管你拿到什么产品里面 什么服务里面 都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但是 显然我们看到 在当前的链上域名当中呢 是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共识的 只有单个项目的这种一个共识 其实我现在这些链上域名呢 它 它只是存储在了智能合约里面 就是在智能合约里面确定了说 我的这个域名到底会被解析成什么样的一个后缀 然后这个每个 每个域名所对应的那些 钱包地址也好 还是存储文件的去中文化存储地址也好 都只是记录在智能合约里面的 也并没有一套系统去约束它 说我一定要 比如说这个后缀不能重复 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 在链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重复后缀的 就像刚才讲到的Rvivo的两个域名 它的后缀就是冲突的 其实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问题 假如说 在未来 两个域名都发展起来了 那我在 我在输入这个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点AR的域名的时候 那我到底该访问的是哪个域名呢 对不对 是ARNS的还是ANS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所以说这种问题还解决不了 而我这也就导致了现在就是链上域名方面的一些乱象吧 嗯 不过虽然说没有这么一个统一共识呢 但是是对单个项目的共识还是存在的 那到目前来说共识最强的就是ENS嘛 对吧 那么ENS的共识 它其实大概来源于这么几个方面 嗯 一是说它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的链上域名项目 就它不是第一个 就在以太坊上其实之前还有一些域名项目去做过一些这种类似的尝试 只不过最终只有这个 在现在其实还可以去铸造 因为都是链上的智能合约嘛 嗯 只不过是ENS是做起来了 第一个做起来的 那么第二个呢 它是以太坊基金会的知识嘛 对吧 这相当于是以太坊 有以太坊官方的这样一个背书的性质 那么第三点就是以太坊工链本身 它现在已经占据了一个统治地位 那么这也就相当于是 找了个好爸爸 对可以这么去说 那么也是因为这几点原因呢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钱包浏览器 还有DAB 它都会接入ENS协议 这也就让这个ENS使用场景是非常广泛了 也就是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像上面说的那个OPRA 还有BRAW 这连这种浏览器都来支持这个ENS的协议了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 除了ENS之外 现在所有的链上其他的链上域名都做不到这一点 就不说传统的浏览器 连当前这些链上生态中都没法做到说 去让主流就是实际上一般的项目都去主动支持 对应该除了ENS之外 是没有其他的域名做到主动支持的 可能是会通过一些BD 或者合作的方式 去来推动它的采用 对 那么像对于ARWILL生态来说 这个ANS和ARNS 那它本身就是新项目 那就根本是如此了 不过啊 这个情况虽然是这样的一情况 这也说明当前这个链上域名呢 它是发展还在初期呢 至于它未来会 到底会导向什么方向 还未可知啊 有可能呢 它会融入到这个像 我们前面提到了 像ICANN 这个传统 就互联网中已经形成共识的传统分配机构 这也是现在那个像ENS 它正在尝试做的事情 也有可能说 会出现一个在外部三领域的这种分配机构 或者一个独立的协议 来去规范说链上域名 到底是该怎么分配怎么使用 这些都有可能 那么变数还非常大 所以说这些链上域名 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发展 我觉得还不好说 这个这个就是塞到远 远远没有成型 还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我觉得作为阿威武的原生域名吧 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 阿威武本身它是一个去中文化的存储 去中文化这样存储工链 那如果说阿威武本身的这个存储能力能被更大规模的采用的话 假如有越来越多项目 不光是外部三 甚至在外半中去用阿威武做存储 那那这种原生的域名项目它自然就是有更大的优势 对不对 因为它是它本身就是属于阿威武的 那么它更有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大的关注和共识 那也就有可能会 就会有机会去获得更大规模的采用 好 那么这就是我这次想分享的 关于这个阿威武生态域名的报告 就到这里了 好的好的 谢谢小白的分享 虽然这个阿威武上的域名项目比较少 但是因为小白作为不是我们研报员作者 然后这次是作为一个讲师的身份 参与到这次直播中来 然后也是我上周看到她在我们开发工会里面 也是跟各种开发者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交流 我觉得对小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一个深入学习的一个机会吧 OK 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 停止分享了 OK 那个小白你的屏幕可以停止一下 好的 好的 然后 那我们这期的研报分享活动就在这里接近尾声 如果你对今天小白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进一步关注Permadout和Dorayaki的各大设备平台账号 然后现在共享出来可以看到就是有四个二维码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Permadout的Notion主页 第三个的话是扫码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线上活动群 后续有更多的活动 宣发也会在这个群里面进行通知 然后本次直播呢 我们同样也会在Permadout和Dorayaki的YouTube频道进行一个回放沉淀 对的 对的 感谢 感谢小白 感谢VIA 那我们这次突然好舍不得 就是 这是 AVRIV生态研报系列的最后一期 那这一期分享完也就结束了 那感谢 感谢Permadout的支持 感谢各位研报的作者和分享的嘉宾们 当然感谢Dorayaki社区和Permadout社区参与的小伙伴们 大家保持关注 然后我们所有这一系列的研报内容的话 可以像开头所说 可以到Dorayaki和Permadout的网页去查看 这里这里扫码就可以 然后视频的话就是这些分享视频回放的话 也可以到PermadoutDorayaki的YouTube 或者是我们这里现在正在直播的Binance Dorayaki的Binance直播间都有回放 都可以看到 有问题呢 也欢迎加入我们 加入社区 我们都可以继续讨论 那当然也期待我们后面和Permadout 和Dorayaki一起的更多更多的合作 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 像这次研报一样的内容 感谢大家 是的 期待 感谢 感谢有福也 谢谢Dorayaki社区 那我们就期待有下一次活动再见吧